頭條廣賞, 本週新聞 為什麼川普會贏了總統選舉? 我會為全美國的總統 不行, 我要釋法 反對的不大釋法 我們預計今天稍後 北風就會增強 港度分子一定會 在特區像過街老鼠一樣 仍然喊打火 有老鼠 是不是小學雞? 米酒雞, 南港都算快通車了 很開心, 今天跟大家說 非建制派演員是要演戲的 去戲院演戲吧 這麼多好戲看 只顧著吃花生, 忘記去投票 所以一下子不小心 川普就贏了 我想應該是這樣, 除非不是 民主的確不是好東西 侵侵也照樣會當選到 就是了, 天朝的陰典制度可靠很多 保證沒有那麼多驚喜 天朝的太后, 我們終於見面了 你不是就是美國的侵侵? 我們來想想 你和我走開 你不要對太后無禮 沒有人比我更加尊重女性 你廢話少說, 你來做什麼? 太后, 我說過要在邊境 你建一個高牆 數之貴國建, 武漢技術很高超 無論是Great War 唱勝 還是Fight War 火火 唱 對今天美性 你先走開吧 你現在的民望比我們香港的特首還差 你還有什麼心情起什麼窩? 什麼?你怎麼會覺得 我不及你們的特首? 你只能說不夠三百張選舉人票 香港的特首有六百八十九張 多了你很多 是啊 太后, 你們天照了 理解這個選舉的方式真的很有趣 你真的當自己是總統 你還沒完成宣誓 你真是太后 太后, 為什麼你覺得我不會宣誓? 你啊, 把手拿出來 常常宣誓的時候 手勢說話都是這樣 一看就知道你不真誠 你不尊重 還有, 你別以為我現在回答你的問題 就代表我承認你總統的資格 你不承認我 為什麼你要見我這麼不合理? 想法誰都想到你了? 好, 我們香港的高官 楊鑫先生, 我問問你 你上任說會修補花旗的國內關係 是不是真心的? 太后, 你們私下任的時候 從此沒有投影, 沒有量影 只有香港影 現在就搞得集中營 那鑫先生, 你怎麼看香港的社會情況? 你們的司法制度真的很透明 我很感謝 真的嗎?我願文其長 你這些大論士 每隔幾年就要出來逛 讓市民見面, 透明度很高 你怎麼知道的, 我們還有司法補習班 專門幫法官和大律師 補習法律常識 哪個補習平時這麼厲害? 人大識法 我的天啊, 你是火了 對集團法第104條做出解釋 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我和特區政府對全國人大常委會 今天通過的解釋表示支持 《金粉山落了, 紫敬暗淡了, 水出的治療, 漸變做能量了》 有些人講, 人大要自我約束 這個權力不要用盡 我們講, 權力必須要用 這是職責 我們會將那個解釋的正式的文本 是儘快送交給法庭 然後由法庭決定 到底下一步應該是怎樣做 香港本地的法例 已經有一條條文 是去解釋或者去處理 宣誓期間出現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的憂慮就是 打這宗官司的時候 人大行使他無可置疑的權力 走去以解釋基本法為名 但是似乎其實他是在加緊一些 本地法例裏面的要求 可怕的地方就是很多人 因為覺得兩位青年新政議員做的事不對 就引伸到覺得 用任何的手段趕走他都沒有問題 如果中國是可以容許有人去贊成釋法的話 的人數一定多過香港可以出現的 港獨分子一定會在特區 像過街老鼠一樣仍然喊打 都絕不允許所謂港獨和所謂自覺 一國兩制原則不可觸碰的一個底線 政治的底線是會經常 由於國際的局勢 自己國家的實力而改變的 今天大家說 我知道你的底線是甚麼 我叫你不要搞 你還要搞 明天 後天 大後天 底線不斷移動 他如果不告訴你 你會怎樣 人大常委會行使這個權力 加上這次只不過是五次 那你說認識多少次才有問題 久而久之 大家覺得逆來信秀 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 每一次釋法 其實就向我們的法治斬一刀 七刻中是夜 也沒有人被殺 通識題 立法會有多少個議員 你說今天還是明天 不是說股市 會每天不同的嗎 譬如你問今天可能只剩下六十八個 就有兩個是妾身未明的 喂 那兩個連糧都出賣了 那也不算是議員 如果是明天的話可能只剩下五十五個 乘十五個議員可能取消資格 你可不可以不要說到鬼片一樣呢 逐個竹那樣 我真是奇怪 為何人大互發可以認得出 那個手搖靈是佔中道具 而不可以是合唱這條樂器的嗎 如果後日呢 可能又會少敢三個議員 其實你說建制派的普通話 發音不標準 勝訴機會真是很低 你想想翠士安 他怎麼算才行 好了 最後一條問題 香港的特首是不是梁振英 他肯定是特首 但他只是說校中特別行政區 沒有說香港 真是不知道他在哪裏 朱凱迪名單所得票數位 百萬四千一百二十一票 三萬七千九百九十七票 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三票 五萬 作為一個民選的議員 有幾萬票授權 連市民者選舉權 都要像如座針尖一樣 每天都要擔心他們選出來的議員 他們的資格是否受到無領剝奪 對待產出港獨的問題 不能一見封喉 這是一次戰役 若然才這麼快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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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心裡打我的你 2012年 是五個議員告示 就是把這個宣誓變得越來越不像話 那麼到今年是十五個議員 我以為你怒氣匆匆 傻恩何事 原來為此區區小事 你還說什麼 你借等失禮還說小事 今天回答有關議員的問題 並不表示政府已經接納他們的宣誓有效 蛤 稍後會回應某一些相關議員的提問 不是等於我們認同了他們的議員的身份 笑話 這些官員這樣說 我聽到真的覺得難聽過粗口 這些很明顯就是為了刺激民情 為了去羞辱我們是民選出來的議員 例如他自己在網上寫 就說他的誓詞是九十幾個單字 獨立的單字毫無連貫性和意義可言 很多市民就要求我希望今天促請政府 以最嚴謹的準則 去重新審視10月12日當日宣誓的過程 除非大家會覺得可持續發展會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否則我看不到我的宣誓已經得到監視人的批准底下 有任何可議司法覆蓋的地方 建制派和梁振英政權 希望藉著人大釋法 去取消他們的政敵的當選資格 建制派和梁振英政權 終然打出了離天和 一盤驚血 天王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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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今天我們請來正職系教書 兼職好像是廣播的馬惡教授 跟我們分析一下這場特首選位的賽事 現在雙方球員準備進場了 你怎麼看泛民隊用ABC陣職? 我想ABC是最容易團結不同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些贏 泛民來說單純提ABC應該是不足夠 如果梁振英不選或者選不到 其實你們拿著舊票做甚麼? 我相信現在策略上他們想的想法很簡單 這個階段ABC是最能團結最多的人 尤其是對一些本來政治傾向沒有那麼強的專業界別 看回較早前的片段 我們都看到一些新仔上陣 會不會跟近年政治氣候有關? 雨傘運動一定刺激了一群人 想做一些事做政治參與 但我想之前他們未必一定那麼容易參與 因為區議會選舉不是很容易選 立法會選舉如果是直選的話很大工程 但今次選委會其實比較輕鬆 之後要做的事都可能是簡單一些 但就可以作為一種政治表態 我們看回上屆比賽的數據 泛民的表現又不算太好 那跟球例有沒有甚麼關係? 我想選舉委員會的制度很簡單 其實九十幾%香港人都沒有權投票 因為真的有權投的界別幾百個代表 就是二十幾萬人 其餘絕大部分工商界或者人大政協那些代表 香港人都是沒有辦法投票的 其實實際上下場踢球的人都很少 我有可能相信現在很多的界別 選回來的那些位置 其實都可能是一個陪襯的角色 因為真真正正 我相信阿爺是有超過六百票的 如果他超過六百票的話 如果用回2020年的經驗的話 他想誰贏 誰應該會贏 好, 現在準備開場了 甚麼?還沒開球就完場? 那, 還看來幹甚麼? 樓價季一直長期混擾香港市民 全面提高買賣住宅物業 印花稅的交易額的百分之十 我太怕出發 銅鑼還亂創 天天靠脈快放 上娛樂 我試過改變 解決香港的恐怖問題 我可否報告中說一句 近日樓市的風險越來越高 我們看到樓市的樓價是反彈的 升幅亦相當快 我們需要防範一下樓市的泡沫 風險是否會惡化呢 現在這一波樓市的次業 其實有一半的購買力是來自國內的 這個稅制 其實它沒有特別針對 我們叫BSD買家印花稅的部分 就隨便買買買買 快樂熱買 揮灑青春潛流地框架 在隨便買買買買 風險熱買家屋就未了解 用來自的就算跌你也要自 升你也要自 多數是買最便宜的一個房間 再漂亮的房間我們負擔不來的 房價是七百多萬 再加上稅是八百多萬 當然有些投資客 由於那個勒稅這麼高 他們會暫時卻步 就變成騰出這些單位 來給多些這些家庭客 我相信這個是政府的用意 放心繼續做 計算過我的每步 來年預告 要令網購買個同快 想翻變落力做 從發展商來說 它盡可能賣出 賣掉它的單位 它用什麼方法 我們很難以估計 希望大家不要太過 根據一些短期的反應 來太快下決定 你知不知道政治人物上台 大家最期望是什麼 要對決選舉承諾 那特朗普上台 人們又期望什麼 走數走數 選舉的事不用這麼認真 不用真的起圍牆的 特朗普上台對十三億人 其實都是很大的啟示 無論那個人有多黑人憎 都有機會在選舉裡面勝出 特朗普都選到了 你還等什麼消息?出來吧 加州居民不滿以特朗普當選 說要搞獨立公投 公然鼓吹加獨 太過分了 這個行為可以說嚴重傷害 美國五十個州三億人民的感情 全美人民都是不會答應的 對付這些家獨分子應該一見風行 可惜美國沒有人大釋法 不然這些有份聯儲公投的市民 馬上逐出美國國境 網上流傳一個驚喜過三關的笑話 第一關就是英國脫歐公投 搞定了 第二關就是特朗普當選總統 都搞定了 第三關就是… 香港有人連任 加拿大移民網站 聽完機了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可以組定一位協議 現在唯一會 大家烏豬 參議員 白泳 船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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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到处 年轻人特别 我希望你会听到这 很多人在最初的 你的社会专业、公共和政治 careers 你会有成功和强迹 这失败疼 但请不停认为 那种选择是正确的 你记得到力度 无论什么都再来不到 你记得渴望到 明明是最困难 日想得到 特朗普的形象 以前很难看到 这样的候选人在美国出现 他超越了共和党的基本盘 有他自己的一套 完全和共和党不同的理念 意识形态 本身特朗普的支持者 有很多个来源 但最主要是不满全革化时代 认为自由贸易、新移民等 是伤害了本身他们的利益 和美国的特色 这样的潮流 再加上他的对手是一个明显的 建制分子 传统正硬 反正硬的真实也是存在 但是同时是否叫反正 其实今次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民调 很多人都开始质疑 究竟有多准确 传统的媒体 很明显的倾向性 都是很不喜欢特朗普 而网络的媒体 大家又没有公信 所以之前的数字 原念就大了 谁说望低 物亦不紧缘 屋入应该无用 人意去谷底浸处更多 还是有拼径 甚至冲动 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 去杀掉我们的国家 特朗普和中美关系的关系 有两个重点可以看 一方面就是一个战略的层面 他声称是会搞一些 和希拉利不同的政策 就是说不太着紧从亚太 传统的军力部署 对日本韩国军事的支援 他认为这些是浪费资源 有其他方式去支持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是会比较欢迎的 这是改变了一个 事实上的围堵政策 但另一方面 在经济的层面 他声称是将中国 列为货币触控国 他可能会打米国战争 这方面当然是会不利于中国 在国会选举方面 共和党也是暴战 同时是控制两月 共和党继续保持两院的优势 这是一个很少见的情况 总统两院和政党 这是完全有为美国传统的制衡 这个制衡就是党内的制衡 不是两党之间的制衡 如果他搞定党内的精英 这一任的总统 忽然之间 可能可以变得挺大的权力 因为本身他的立法行政 可以自己有一个 比较强的默契 通常美国的传统就是说 就算短期之内 总统两院和那个党 下一次的中期选举 选民都会中买 都会选择制衡 起码他有两年 是比较顺强的施政 我的第一项目 在接下来两个月 是尽量进行 进行进行进行 让我们的总统的选择成功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